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思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天 这一周发生了非常多的事 下一周呢,也要开始了 但是我们从资本和金融的角度 来跟大家做一下基本的梳理 大家可以看到 我曾经说过 我说所有你们看到的事件背后 如果你往后一直深挖 实际上都是经济问题 最后都是人性的问题 那现在的这种情况 我们这个业内的人其实挺担心的 为什么 我们讲一切金融风暴 所有的金融风暴 因素现在都存在 没有一个能够 这个因素就是真的拒得非常之拳 你看疫情,有吧 现在各国家政治上面也出事 对吧,有吧 战争,有吧 各国家债务出问题了 有吧,现在债务已经微如累卵 有吧,对吧 然后还有股市的大跌都有 所有的一切因素都有了 而且我现在能够看到的是什么 英国和日本已经先后出了这个问题 对吧 英国首相辞职 日本的首相当街遇刺 这些问题背后是什么 其实我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非常担心这个金融大风暴 有可能会出现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很多人讲 现在大宗商品价格各方面都下来了 你看一下周末的时候 现在又起来了 油价又要到一百亿了 看到没有 油价现在又要到一百亿了 它起来的时候很快 几天就给你拔的呼呼的 你像这种大阳线 三五天就给你穿上新高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大宗商品跌着跌着 它就不跌了 整个大宗商品 你看在周五的这个晚上 对吧 大宗商品又在这个飙升 这个可不是好现象 现在全世界缺粮食 缺得很 八亿人缺粮食 那么我们现在 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说这个风暴会来 但中国对中国对A国的股民来讲 会要注意什么 我们首先看一下 英国和日本这种地震 政坛的地震 背后到底是什么 因为英国和日本 基本上是跟着美国搞放水经济的 大家看到没有 日本更是财团控制国家经济品财团 它是很多财团在控制的 那我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 疫情之前 对吧 他没有搞这个经济大放水之前 其实那位首相做的事情还可以 但是这疫情搞完之后 他非常严重的放水 你知道他那个债务啊 就是国家的债务 老百姓一个人要背负50万 日本一个人要背负50万的债务 而且日本的整体的这个债务 是他GDP总量的250%以上 就是超过了他的GDP两倍以上了 就如果他所有的GDP都还 得还两个这样的债务 两个多 接近三个这样的债务 才能够把这个债务给弄 就是他这个国家发展 就基本上是靠债务来控制的 但一个国家 如果债务背得过多 过于沉重的话 这个国家是没有活力的 你短时间之内可能看到效果 但是从后面 这个中长期来看的话 这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随时可能会爆雷啊 大国的债务爆雷 可不像阿根廷啊 可不像斯利兰卡 你随便学会爆雷 你如果债务爆雷了 就说明你这国家信用到底了 你们国家外资会大幅度的外流 而且你国家的货币会崩盘 这背后的事情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从日本的角度来讲 从英国的角度来讲 国家通货膨胀 还有债务问题 还有汇率问题 都是个大类 你看日本现在他不敢 他根本不敢加息 你怎么加息 对吧 他现在的汇率到了多少 136到137 美元还在涨 你们看看美元现在涨多少 美元周五的晚上 已经涨到了多少 107块107.81了 还得往上涨 他涨 你日本就算不动 日元就算不动 相对他的建议 也是贬值的 也是在大幅度贬值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人民币 控制的真的非常不错 这不是我们在 大家可以看一下人民币 你看周五的晚上 又在涨吗 人民币动没动 纹丝不动 就走直线 就走直线 有没有干预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控制的真的是非常之棒的 大家注意一下 其实中国控制的非常不错 第二个我们讲 俄罗斯现在能源 你看这两天德国急了 对吧 德国的北溪一号这个书 这个气现在又 那个维修的这个东西又送过去了 说现在俄罗斯对他这个气控制的比较 就是说非常厉害 然后呢 这个整个能源的价格 天然气 石油价格 可以这样讲 随时一飞充电 随时一飞充电 一飞充电的结果是吗 各国家通过通常都会非常严重 大家可以看到 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也公布了 中国也公布了通战的数据 我们通战数据到了多少 大家可以看到 到了2.5左右 2.5 我们上期是多少 2.1 现在是2.5 为什么涨这么高 一个是油价上场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猪肉价格 在晚上飙升 所以压力现在也挺大的 但是从能源的整体角度来讲 能源的这个伤害是全世界的 猪肉只是本国嘛 对吧 能源伤害那可是全世界的事情 第三个 日本和英国的提升 我个人认为是欧洲和亚洲的危机的一个缩影 民生的绝望 就这两国家是民生绝望 你说哪有好好的会把你们的这个领导给给给给整整下台 或者或者是枪击 对吧 为什么 就老百姓没有看的 看不到希望 一眼看不到头啊 英国那东西长了好几倍 对吧 日本的那个 你们如果有在日本的朋友就知道 这低欲望社会 这国家这低欲望社会 这两年好不容易刺激起来一点 现在这疫情之后放水 整个国家贫富差距拉大 又开始进入到这种状态了 所以这种情况实际上来讲 就是一种民生 就老百姓看不到头 一种民生的绝望 那么有可能因为日本引爆整个亚洲 那边菲律宾 对吧 印度 对吧 越南 这些国家都有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讲这个东西 等一下我们会得出A股 会大概起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但还可以看到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中国的现在产品 我们现在已经在取代 日本 韩国 美国和欧洲 基本上这个产品 他们所曾经的优势产品 你比如说汽车 家电 对吧 包括我们现在的芯片 现在中国基本上都能造 他们在中国 有可能这些国家的产品 在中国慢慢失去优势 比较价格比较贵 慢慢失去优势 对吧 那么逐渐消失在中国市场 如果他们逐渐消失在中国市场 对他们的经济来讲 那绝对是一个致命伤害 我们14亿人口 这市场得多大 是不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的国产替代 有可能 为什么这段时间 你像美国和日本 还有韩国 还有英国 他们都抱团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产品在中国 逐渐的优势在减少 这个如果站在他们角度 你是可以理解的 当年从你这可以吃到肉 对吧 现在连他喝汤都危险了 那他肯定是抱团 他要搞你的 对吧 那我们讲第六个 其实从日本和英国的总量 日本是全世界第三 对吧 只有中国三分之一 他GDP总量只有中国三分之一 他现在是全世界 是全世界的第三 英国是全世界第五 那你说他两个国家都有问题 那你说那些小国会不会有问题 很显然都会有问题 这个危险是很大的 那么如果欧亚的这个情况出现 会不会连累中国 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 我们现在坚持清零 国内目前为止的 你恐慌的 经济恐慌的源头 英国来讲是没有的 你们想想看 那有很多人说 这通胀数据上升 算不算一个源头 我就是业内的人 我们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 这个通胀数据上升 那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事 对吧 你通胀起来了 对吧 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事 但是大家要注意 我们经济增速是5.5 这个要求 依然是存在的 就是5.5的市场需求 5.5的经济增速 那如果你通胀数据来了 对吧 那对于我们来讲 可能你央行 可能就不敢再去 这个大规模的去放水 对吧 但是这5.5主要靠什么来完成呢 那你财政上面 可能就要加大力量 对吧 你比如说 你的这个极限 各方面情况下 你可能就要加大力量 来把这5.5保证完成 有了5.5的整体增速 再加上我们目前为止的 国内政策来讲 应该来说 它即使出危机 如果你国内经济增速 非常稳定的话 那么应该来说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可以从人民币 还有股市的情况 最近的表现来看 人民币刚刚我们看了 表现得非常稳健 而股市是这一波 全世界危机当中 表现非常好的 非常强势的一个 现在呢 补320的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补完 应该来讲 超过3400年 概率还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认为 它即使出现了危机 资本有可能会流入到中国来 对我们来讲 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因为无论是从我们的 外贸的情况来看 外贸我们现在 依然是外贸的顺差 而且是顺差的大国 债务问题 债务问题目前为止 全球的警戒线 我们都没有达到 我们全球性的 财政赤字的警戒线 都没达到 对吧 就是依然还有空间 债务的问题依然会 还有空间 而且降准降息 也并不是没有空间 依然是有空间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 国内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 这个伤害到我们 而且 我们现在还有几个 比较量的 那个经济增长点 你比如说光伏 对吧 你比如说新能源车 这个都是我们当下经济 能够提起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向 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讲 你国内的经济增速有 国内的经济亮点有 目前为止 债务没有问题 汇率没有问题 你的外贸出口 没有问题 那么意味着 我们在这个问题 就国内的经济来讲 目前为止是安全的 我从这几个角度 跟大家应该来说 没有太大问题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A股的策略是什么 这个我要跟大家讲清楚了 第一个 现在行情肯定是短线博弈 为什么 首先 3320这个点没有到 对吧 那有很多说 下周再往下冲 再往下掉 也没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它没到 我不会中仓 我的仓位 对我们来讲 可能就是半仓一下 半仓一下 那么对指数上来讲 现在通过膨胀的 整体的数量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就围绕 3340的这个震荡 还是以 这一个月 就是7月份 应该来讲 是围绕3400连 做震荡的 在这个地方 板块流动会加速 大家可以看到 前一段时间 每天起来 肯定是有着汽车 而这两天呢 你看看 各种东西都有了 各种这个概念都有了 今天你明天他 那么这里面板块 轮动性会加强 如果板块 轮动性会加强 怎么办 那么你只能是说 今天买明天买 或者今天买 明天后天买 三天左右 很少的公司 能够保持一周 基本上都是短线不易 那有很多说 那我要是说 就整个长线 那么行 你要是整长线的话 那你就离开 弄好了之后 你就离开市场 不要看 对吧 你既然是长线 那三年五年之后再看 你每天看的话 每天那就不是做长线 你每天看板的人 都不是做长线的 都是打算博弈的 那你博弈的 我们讲三到五天 又包括我在 索文斯的文章当中 前后所提到的这些公司 基本上也都是三天五天的 这讲实话 两天 两天三天的 那有很多人说 是不是很短视 确实有的时候很短视 但是你告诉我 今天发生这个事 明天后天 有可能 行情会有延续 再往后的话 就实际说不准了 就是A股目前为止 隔九在的这个思路 这个整体上的这个玩法 并没有改变 这不是我 我对A股没有信心 事实就是这样子 如果大家 在这市场当中 大家给我超过十年以上的 就应该来讲 对老鼠这个观点 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意义的 对吧 我们讲第三个 市场的热点 你看看周五的时候 可能会虚拟电厂 各方面情况 可能会好一点 对吧 各方面 这个猪肉啊什么的 可能会好一些 但市场的主线 是国家离不开的行业 而国家离不开的行业 前后我在索文斯的文章当中 也讲了非常多 比如说光伏 你肯定是离不开的 为什么 能源要转型 风能 那个能源要转型 那么他们翻过来之后 那么很多的电池 比如HGT的这个电池 对吧 还有我们讲这个 风光下游的 你比如说 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个 微信的逆变器 还有我们的逆变器 出口美国 出口欧洲 这个逆变器 这玩意可能都是 比较重点的东西 大家仔细的去研究和观看 这个里面 应该来说研究东西 还是比较多的 那风力发电 那里面比如说 这个轴承 对吧 还有我们讲的 那几个公司 这里名字我就不能说了 那么关于新能源车 高位的公司 你比如说很多整车 现在依然是处于高位的 但这里面 电池领域依然是有机会 你们看今天 公布出来两个电池公司 哎呀 这个业绩好的呀 翻了十几倍 对吧 就光给它做配套啊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这里面 厂销两望 厂销两望 对吧 生产人也很多 销售也不错 所以整体上来讲 A股的策略 依然是保持这样 详细的内容呢 我们会在盘中的时候 会以这个信息的显示 会跟大家说 然后呢 具体的情况 大家参照索文斯的文章 或者索文斯的视频 我们这个 再详细的跟大家去讲 我再强调一遍 老索没有收过 任何人一分钱 所有打着索文斯旗号 在网上收钱的 都是骗子 这里我提 一下一个问题啊 就是 大家注意 周五的那个什么 做防弹衣的那个公司 那跟这个事件 就绝对不会把它超过进来 这种东西 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 不要在这里面 陷得过深 这种概念 没有太大的意义 好 今天呢 我们重点的内容 就讲到这里 大家关注索文斯的文章 关注索文斯的视频 如果你手机有电 查案点赞件点个赞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件事